报税记,拼买了房子可以减税,大家都知道 但是填哪里呢 先就举例,说这一个表 好多人这个表都找不出来的 好多人也找到这个表了 就这样密密麻麻的,基本不会填 而且特别容易出错 不怪你们啊,是真的很复杂 每一步感觉都如履薄冰 我也是报多了才积累经验 第一部分是拼买了家的 我的房子是不是拼买了家 还是原来的拼买了 法国本土的,还在海外的 这个容易啊 但是是做六年还是九年呢 就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建议还是先做六年的 继续下面的部分是拼买了 如果是第一年报的 那么填这个类别 根据房子建成时间来填入相应的格子 主要这里是房子的价格 这个价格可不是只是房子买来的那个价格 那个就太容易了吧 那这个总价是需要再去处理的 如果第一次报的 要自己去看什么费用是可以加在这个总价里面的 哪些费用是不可以加的 还有一些费用是可加可不加 要算哪个对你的减税更有帮助了 每年啊都比如有2%的一个减税的 所以当然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加上去多一点嘛 加每年多减一点 但是又要注意它有每平米这个platform的 而且有的Sharge呢 可以直接放在不带家具出租的表格里面直接减税的 所以就要去比较了 这个Sharge每年按照总价减2% 还是我一次性的放在报房租收入的里面 我会建议是列个表会更加清楚 第一年确实是特别复杂 不只是这个表 还有其他的表要填的 比如2044阿卑 然后是第二年报的时候 那么不要填第一年报的这个位置了 它要填的是减税的数字 这个数字就要自己算了 比如在法国本土买的pinel 那么是2%的减税的 所以要自己去算 根据你第一次报的那个总价 乘以2% 得出每年减税的额度填上去 如果有不懂的可以协助 第一次做pinel的房东应该是崩溃的 还要填不带家具出租的表 又是要找各种数据了 我有朋友找了一个星期 才把所有的数字找到 内容特别多 希望这期给大家抛砖引玉吧 如果关注的非常多 我们就继续pinel的话题 我们下期再见咯 点个赞再走吧 拜拜